今天是2021年7月16日 广州华侨博物馆近日开馆内部式运行 这座博物馆是广州与华侨华人心心相应的写照 作为全国最大的都市桥乡 广州有超过400多万海外乡亲 分布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直以来广大侨胞都希望建设一座 铭记广府华侨历史与贡献的博物馆 经过多年的筹建 广州华侨博物馆即将于近期揭开面纱 前中国国家基建队队员 亚洲重建冠军 国际冠军体育文化协会会长龙杰先生的 对付和建等个人物品也被广州华侨博物馆收藏 龙杰是中国重建名将 全国亚洲重建冠军 现任拉脱维亚国家重建队领队 是首位中国人担任的欧洲国家基建队领队 他还担任中国澳门特区陪政中学豪杰体院总教练 2015年代表澳门特区基建队获得全国基建 俱乐部联赛总决赛个人冠军 国际冠军体育文化协会美国波士顿分会同仁 对龙杰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博物馆的其他展品还包括修建巴拿马大运河的华工图片 音乐家显星海的雕像 梁启超 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介绍等 广州华侨博物馆选址于百年历史建筑五仙门发电厂旧址 展成融入云山 珠水 木棉 棋楼等元素 彰显广府区域特色 华侨特色 文化特色 让百年老建筑焕发了新活力 中国大运河山 道文化颈 行比 公SPD 谢谢观看